大家都锻炼身体吗 锻炼 锻炼身体要趁早 早起的虫儿 能躲开鸟 所以说呀 除了锻炼身体 还要检查身体 我问一下 咱们在座的各位 一年检查一次身体的 举一下手呗 真棒 向你们学习 有半年一次检查身体的吗 有 真厉害 我和你们就不一样 我一年检查四次 而且就两个字 健康 小姨芳 干啥去了你 锻炼身体 你怎么老迟到半个小时 多睡半个小时有意思吗 我渴了 买了一瓶富宏泡泡水 别看钱润芳 别看她是大老板 但是呢锻炼身体一次都不辣 挺好的 好了 小姨芳 我教你的那个三步上篮 你会了没有 没会啊 没会我给你做个示范 再见 马上要到NBA 打直去了 上演队 你给我生气了 哎呀生气了生气生气了 我小姨芳这身体 那简直没谁了 哎呀 屁 哎呀 再来一次 哎呀 来 哎呀 今天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哎小姨芳 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 你那个前两天查题 你去了没有 去了 结果拿回来没有 没有啊 不是说星期五吗 放心吧 二米热啊 刚才就在医院呢 给我打了个电话 看见咱俩的体检表了 一会儿就给咱刷回来 哎呀太好了 哎 你那个大夫没跟你说 当时怎么样 两个字 健康 太好了 你呢 三个字 呀健康 啥了 大夫说我缺铁缺钙 缺铁缺钙 太好补了 你买个铁锅 炒点鸡蛋皮 一吃 俩全补了 我回来了 等一会 你的体检包盖 谢谢 老公 我看了 谢谢宝盖 我跟你说啊 人家医生可说你了 缺铁缺钙 回家得补 我听见了吗 还真是缺铁 你看这小姨夫这个 小姨夫怎么样 特别好 身体倍儿棒 哎不对啊 我俩一块锻炼身体 怎么他那么棒 我怎么就缺这个缺那个呢 哎呀 不要沮丧 其实啊 我跟你说 人吃五骨杂粮 哪有不得病的 就是 你说我健康吧 王大夫我就问他 我说我到底缺点啥 你就告诉我 我到底缺点啥 王大夫最后说实话了 说啥 我缺铁 哦 那问题不大 没事 等会儿 小姨夫 大夫说你缺什么 铁 金子旁那个铁 对 微量元素那个铁 哎呀 小姨夫 我可听说过啊 人缺铁可不好 怎么呢 带手机了吗 带了 查 现在就查 缺铁 不是我也问过朋友圈 没事的啊 没事 这上面还真有呢 朋友圈里有 对他说这个缺心呢 就是这个心主要是主大脑 对管大脑的 对然后如果大脑如果缺心的话 就会慢慢的萎缩 萎缩 萎缩 然后 我来给你念啊 你看缺心不光大脑萎缩 心肝脾胃肾 胳膊手脚 全方位萎缩 萎缩 萎缩 反正到最后你这样的 就能萎缩成我这样 你快拉倒吧 回来我就查了 人家说缺心主要是管发育 啊 来来来你过来 你看我俩 啊 这发育 学生说你好像缺心 我缺心 跟你开玩笑的 开什么玩笑 小姨父 这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身体的情况能开玩笑吗 小姨父 人家大夫为什么在体检报告上 不给你标明啊 说明你这个问题很严重 人家不好意思告诉你 你是家庭的顶梁柱啊 小姨父 没有你不行啊 你现在是个儿长得挺大 说明你的骨骼发育没问题 但是还有大脑呢 说明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萎缩了 哎呦 钱人哥 别在这瞎声 吓唬小姨父 人家这上面还说别的了呢 怎么说的 说缺心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脱发 你怎么奶壶不开提奶壶啊 不是 这上面这么写的呀 就哗哗掉头发的那种 就像扒了皮儿的鸡蛋的那种 掉完了 小姨父 你这个鸡蛋 是什么时候扒的皮儿的 五年前扒的皮儿 对对对对对 小姨父这上面说呢 这个病的前夫妻就是五年 哎呀 哎 然后还说呢 会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谁都不认识了 我的天哪 这肯定是美术了啊 对 小姨父啊 完了美术没了 小姨父 小姨父 小姨父我问你 我是谁 钱顺芬吗 对 行 还认识我 她是谁 二米粒嘛 还可以 他们是谁 叫不上来名字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波子嘛 你看看 人家都知道你是谁 为什么 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萎缩了 哎呀 来来来 我再给你查查啊 我给你查 我缺心 小姨父 如果缺心 急死我了 不是不是 小姨父你可千万别着急 朋友圈里说了 缺心的人不能着急 着急就容易出汗 心会随着你的汗水流出体外 哎呀 别哭 千万不能哭 朋友圈里还说了 心还会随着你的泪水 哗哗流出体外 哎呀 这太 哎哎哎 你这手机咋还滑不动了呢 死了 死了 谁 手机 手机死机了 过来过来 小姨父 你千万别着急啊 我们家里有电脑 坐机 我回家给你查去 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对 别着急 等等 小姨父你再玩一会儿吧 从今以后我就告别这玩意儿了 小姨父你千万别着急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医疗水平也那么高 你一定有志的 小姨父 太年轻了 我小姨父太年轻了 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 我这么运动怎么这样了呢 都怪我 五年前鸡蛋刚包皮的时候 就应该去看大夫 锅子 王姐 锅子 等一下 我想 哎 亲们 前一段朋友圈说的那个减肥药 我吃了以后 效果出奇的好 我好像掉一百多斤了 不信 我拍个照片给你们看 锅子 姐瘦了吗 衣服瘦了 讨厌 你咋的了 咋说话有气无力的呢 你 你哪不得劲的你啊 高姐 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大夫说我缺心 缺心 你缺心 站起来 手伸出来 钻拳头 朋友圈说了 拳头有多大 心就有多大 哎 就你这么大个拳头 你还缺心 哎呀 你可别逗了 谁相信的 不是这个心 是微量元素的心 金字边那个心啊 嗯 吃药啊 药不行 是药三分钟 把身体扛不住 对 药不如食 吃牡蛎啊 啥叫牡蛎 哎呀就是生蚝啊 这都没吃过 哎 要不吃大虾 鲍鱼海苔都行 不行 那玩意吃多了 痛风 痛风你不能喝啤酒 哎呀豆腐也不能吃 我知道 豆浆你也不能喝 明白 痛风咋不早告诉姐呢 你看 是这个痛风 我不是痛风 我是缺心 缺心吃牡蛎啊 啥叫牡蛎 就是生蚝啊 你说这都没吃过 你说你痛风早告诉姐 你说你 好像有人绕回来了 姐 我给你这吃咕咕话 我说不完 我生命是有限的 我好像坐这 腿都麻了 我回去了 看见没 典型的痛风 那脚都不敢挨地了 我不是痛风 我是缺心 缺心吃牡蛎啊 姐 别再说牡蛎了行吗 姐 你朋友圈朋友那么多 你问问他们有啥别的办法 好 你别着急 我问问啊 哎呀 痛风就应该吃牡蛎了 亲们 我弟弟缺心 吃啥好呢 别着急 我数三个数 一 二 看看看看 强大的朋友圈 都没数到三 这个 牡蛎 这个 牡蛎 这个不是牡蛎 生蚝 这有个老头 吃老头啊 吃老头干啥呀 老头哪有牡蛎好吃啊 对了 就是这老头 我们单位的 他也缺心 我看看他咋补的啊 胡萝卜 不是牡蛎 不行姐 我从小就不吃胡萝卜 我十字花壳过敏 我吃那玩意就吐 哎呀 难怪你缺心 你这个不吃 那不吃 你还不缺心呢 怎么办呀 你吃兔子吗 吃 买兔子啊 怎么着呢 哎呀 兔子最爱吃胡萝卜了 你让兔子吃胡萝卜 你再吃兔子 不就解决了 解决了 姐 谢谢 黄姐你太好了 赶快买兔子去 哎 姐走了啊 亲们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胡萝卜补信 救命恩人 给我哥打电话 买兔子 哥 你别过来 我跟你说 你现在赶快去菜市场 买一百斤胡萝卜 买十只兔子 对 哎呀 不要问为什么 你快点 回来再解释 哎呀 你咋来了呢 你让我买这些东西干啥呀 谁病了 谁病了 我 一百斤胡萝卜当药匙 你能吃得了吗 不是我吃 是兔子吃 是你病了 还是兔子病了 让你买就买 怎么那么多废话 你听我说啊 就你现在这样啊 让兔子吃那么多胡萝卜 对你这个病 有什么好处吗 我不能出汗 我也不能哭 别急 别急 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大夫说我缺心 缺心 你让兔子吃胡萝卜干嘛呀 兔子吃老胡萝卜 我得吃兔子 你直接吃兔子不就完了吗 现在的兔子都吃白萝卜 我要吃兔子的胡萝卜 我说反了 我要吃胡萝卜的兔子 明白了吧 明白 明白 不 你这个缺心 最后到底能怎么样 先脱发 然后去世 你摆这什么 上医院检查身体 报告书拿我看看 让你买就买 怎么会这么多废话 你眼神不好啊 这俩大字在这写着呢 大夫写着 健康 你看看 这都没用 大夫说我健康 朋友圈 说我缺心 然后得吃胡萝卜和肚子 朋友圈 朋友圈 你倒霉就倒霉在朋友圈里 知道不 又信这又信 我这有朋友圈 你想听吗 想 听着啊 孕妇要吃西红柿 生下孩子会写字 缺心就吃 吃泥喉桃 脑袋马上就长毛 你信吗 你 是什么事你是啊 我跟你说你这么大人了 四十多岁了 自己身体怎么样 你都不知道啊 一天到晚就看这朋友圈 是吧 听风就是雨 你看你吓得个熊烟 你说你 你又吃起来啊 我告诉你 现在什么事没有 你身体就俩字 健康 你赶紧给王大夫打电话 打呀 你打我这干什么呀 你怎么又打我这来了 别吓唬我 我不能哭 王大夫 我是锅子 对 我就是检查身体 你说我健康 我老问你 缺点啥 缺点啥 你说我缺心 那个 我不缺心 王大夫说啥了 王大夫说我 缺心眼 哎哥 你说我缺心眼吗 我看不出来 你让街坊四银看一看吧 大夫说我缺心眼不 对 哥 我明白了 其实啊 你说的太对了 现在吧 大家生活富裕了 都关心自己的健康和朋友的健康 在朋友圈里发 但是你别瞎法呀 这玩意儿瞎死人呢 另外 健康确实重要 朋友圈健康 更重要 兄弟啊 你终于明白了 谢谢哥 那咱回家吧 走 哎 等会儿 哥 我老有个问题 一直想不明白 什么问题啊 你说咱俩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我鸡蛋皮五年前就包了 那你咋这么茂盛啊 哎呀 遗传哪 偷偷哪儿买的